鱼油就是从鱼身上提出的鱼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Omega-3脂肪酸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EPA和DHA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到底要不要买鱼油来吃 它是不是脂肪税 那鱼油值不值得买 大家好,我是靖医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鱼油 有些朋友问 自己的鱼油和鱼缸油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人一听 觉得它不是从鱼身上提出的吗? 它的名字只差一个 为什么它们的格格又差这么多呢? 其实鱼油和鱼缸油 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它们的来源、成份、作用 甚至是适合的人群都不一样 鱼油是从深海、鱼类 比如沙丁鱼、三文鱼 这些肌肉和脂肪里面提出的 它主要的成份是我们经常讲的 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Omega-3脂肪酸 包括DHA和EPA 这两种成份对心脑血管健康 降低血脂和保护大脑发育都有帮助 鱼缸油不一样 当然是从雪鱼、大腿木鱼这些鱼的肛酸里面提出的 主要的成份是维生素A和维生素D 当然这两种维生素对泄力、隔隔和免疫力都很重要 所以鱼缸油更适合缺乏维生素A和维生素D的人 尤其是小孩子 EPA的前名叫做二十碳五气酸 经济中称为血管清道库 研究发现它可以帮助降低体内的金油生脂水平 对调治血脂、保护血管健康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DHA的二十二碳六气酸更有名 很多人称为老黄金 当然有些人说吃DHA会比小孩子更聪明 这有点夸张 但是DHA确实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发育 不可以揭少成份 大脑皮疹和时腕膜都有比较高的比例 对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的确实发挥重要作用 有些朋友问自己 预游是否可以预防心脏病呢? 很多人之所以觉得预游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神游 这件事是要从爱斯基摩人讲起的 科学家当时发现生活在寒冷北极的爱斯基摩人 他的生活条已经极为艰苦 企丽的人一般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的 他们的主食就是山鱼和海豹肉 结果这些大鱼大肉的生活方式 但是又比较少人使心脑血管疾病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还有研究进一步提出 这可能是跟他们吃的深海鱼里面 含有比较高浓度的Omega-3脂肪酸有关 Omega-3脂肪酸对人体确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一刻吃不到 只可以靠食物来补充 只要的泥烟是深海鱼 这个发现立即被厂家感觉这是商机 于是那种鱼油保健品就退入市场 广告就铺天改地 什么调节血脂、过血压、保护心脑血管、 增加免疫、护肛等 听起来就是无数不能 问题是鱼油是否真的那么神奇呢? 其实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健康机构 竟不是那么推荐靠食鱼油 例如心脏病痕 为什么? 因为有些专家做过系统的分析 他发现Omega-3脂肪酸 虽然确实可以有效降低金油散脂 但是临床上的随机对照研究里面 他对动物周囊银化、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 结果不一致 至于心力衰竭、心力疏伤、心肌病、高血压 甚至心脏性触死这些疾病的以防上 他的作用都存在不少疑问 更有增加共识认为 只有高纯度、高剂量的EPA 所以可能会对动物周囊银化性心血管疾病 带来一些心血管获益 但是对其他类型的心血管疾病 比如心力疏伤、心肌病、高血压、心肝腺速死 还需要这么多研究来证实 所以总结来说 研究普遍认为 多食负行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对身体健康肯定有益似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单是靠吃鱼油就可以预防心脏病 那将鱼油宣传成护心脑审药的说法 其实是有扩大的 有些朋友可能也会问 那鱼油可不可以降低血脂呢? 很多广告都说 食鱼油可以降血脂 和清理血管垃圾 听起来很神奇 但是呢 其实 血脂不是一个单一的指标 一般我们看见 常见的血脂四项是包括 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和甘油三脂这四项 那里面只有高密度脂蛋白是比较好的 可以高一些 其他那几个如果偏高 就是我们的怀血脂了 那鱼油里面的奥米格三脂肪酸 其实对蛋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没有什么降的作用 只要是可以帮助对付甘油三脂 而如果只是轻度的甘油三脂升高 那大多数情况 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就降下来 但如果饮食控制了 但仍然高 这个时候 要用贝特类药物来治疗 都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配合鱼油一起用 而鱼油里面的EPA和DHA 确实是有降低金油三脂 和富含金油三脂的脂蛋白蛋固醇的作用 这个作用是有剂量依赖的 它的纯度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七 这样的区间 你吃了一个百分之三十纯度的鱼油 其实是有百分之七十 是其他的油脂 吃了反而会有可能使协资油上加油 除了纯度之外 还要看DHA和EPA的含量 按照协资管理指南的建议 每日要有一到四克的DHA加EPA才行 换句话来说 推转的容量至少要保证每日一克 否则效果不明显 即使足够 可能会增加导致轻微出血 或者增加心法心房惨动的风险 所以对健康人来说 普通的保健品级的鱼油 或者制量有存在不够的情况 而且降肢是有限的 同时也有不良反应 所以没有必要当成 以防或治疗心血管疾病神奇的补充剂 对于协资高人来说 高纯度的鱼油可以作为辅助治疗 但它不可以代替 像他丁磊那样的药物对胆固存的管理 正确的做法是先调整生物方式 比如饮食和运动 如果效果不好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先决定是否要家用鱼油 如果我们平时吃不够的鱼蝦水产品 这个时候是可以补充鱼油的 一般来说 建议每周 如果可以吃一斤以上的鱼蝦水产 就可以基本保证试入足量的DHA和EPA DHA和EPA这类奥米格三脂肪酸 对健康确实有益 但要注意一下 吃鱼蝦得到的好处 比单纯吃Omega三补充剂的证据更充分 为什么 因为除了DHA和EPA 还有优质的蛋白 还有维生素A 铁链 鲜这些很多营养成分 这些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而且一般来说 经常吃鱼的人生活方式一般会更健康 所以获取DHA和EPA最好的方式 依然是通过食物 饮食展览建议 成年人每天要试入120克到200克的鱼蝦水产 如果是润期还要适量增加 另外 好似紫苏油、阿玛子油里面的阿玛酸 都可以在体内转化为Omega三脂肪酸 平时都可以作为补充例 但现实情况之下 很多人在日常移虾吃得不多 比如有些孕妇有原众的孕妻呕套 根本没办法好好吃鱼 小孩子吃鱼又要气如刺麻烦 而且可能有些危险有些人觉得 另外有些人觉得 他是单纯不喜欢吃鱼或海酸的 对这些人来说 吃鱼油其实是一种比较简单又方便的替代方案 多谢大家